高雄柯子寮外海二號下午罕見 出現一對親子領航精 經過的漁船發現 原來他們被漁網纏住尾巴 趕緊通報海巡人員 其中漁金的體型比較小 沒有多久就自行脫困 不過母精是在漁船的協助下 天黑後脫困 專家就表示 以時間地點來說 比較難判定他們現身 在西部海域的原因 不過也不排除是颱風因素 海面上遠遠看到 鯨豚吃力將頭探出水面呼吸 一艘娛樂漁船 二號下午五點多 行經高雄柯子寮外海約兩里處 就看到兩隻領航精 在海面直上直下 靠近觀察才發現 他們的尾巴被漁網纏住 根據目測 第一隻領航精 體長約兩公尺 因體型瘦小 很快就自行脫困 第二隻體長介於三到四公尺 只能靠人為解救 專家判斷 這對領航精可能是親子 不排除是颱風因素 使領航精少見地出現在西部海域 領航精是比較屬於深潛情的 可能比較不能排除是颱風 第二個地點是在高雄 離岸往外海拉的話 大概不到石海裡 應該其實那個深度就很深了 就會破100公尺 到底是颱風影響 在那邊拘留 還是再次找一個地方 真的比較難判斷 眼看金屯漸漸虛弱 但天色變暗 加上受困部位是力量較大的尾巴 都增加救援難度跟風險 索性漁船人員在海巡協助下 以繩子勾起領航精的尾巴 協助去除漁網 才讓金屯脫困 結束這場海上驚魂 記得陳懷許正俊高雄報導